枪枪三原形 马爷记着那猫 下次一定要爆了 咱们这无火流浪 炎燕给咱们带来一个二次元的世界 你觉得挺有意思 她是那种弹幕网站的一个总编 你知道我怎么想起这茬来了 现在这两天我听到政协委员 听你政协委员都聊了 说那不仅网络不是话外之地 二次元也不是话外之地 你们这帮孩子的二次元 你们在干什么 对 你们在干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让孩子们受荼毒吗 对吧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头发白了 你要弄清楚 前一阵在亚伯利 这个它企业家论坛 你知道马云 咱那嘚瑟吗 马云就是说 我就是世界是年轻人的 我就是全力支持年轻人 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这帮老帮菜也没戏 都是要靠年轻人给出答案 然后旁边那个主持人蒋长健就问 说那马老板你这么重视年轻人 那我问你一下 你知道什么叫二次元吗 马云非常有信心的说我不知道 然后说我不需要知道 我只需要支持他们 放手让他们干 至于他们干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知道 所以马云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二次元 你给讲讲 我觉得得给大家科普川普一下 它这个就是 它这个有一个用词 就是因为它说 咱们现实世界是三次元的 现实世界有长宽高 然后它说 因为大家都沉溺在 这个年轻人 有很多人是专门沉溺在 游戏和动画片的世界里的 以及这个游戏跟动画片 所衍生的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 包括穿衣服的方式 包括行为方式 所以呢 但是你看游戏和动画片 它都是二维的 它不是长宽高的世界 所以就诞生了这么一个词 说我们是二次元的 最近有看一篇文章 有人讲这个VR技术 这个虚拟现实 为什么扎克伯格投了 20亿美元在这个上面 这虚拟现实 去年年底在上海 世博会那儿 有人搞了一个这个 就发现有一个件事是恐惧 恐惧 就是这件事对人的哲学有影响 就是比如说西方学者 就通过这个虚拟现实 他发现 人的意识 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 这就是咱说的 一心不能二用 什么意思 他的演示 就给你戴上这个眼镜以后 设计的那个场景 让你一边跟周围的观众分享 你看见了什么 一边 就是说你有两个自我吧 一个是照在 所有的感官被封闭之后 被封闭在这个虚拟里边之后 你还要跟大家讲 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这个人的表演人格和体验人格的分裂 然后到最后呢 他的这个介绍者的自我呀 越来越hold不住了 因为他越来越害怕 就迎面过了一个人 哎呦 你为什么到我面前来 就看来就是你把你的所有的感官 比如说将来说 穿上传感衣被封闭之后 你这个世界啊 你这个所谓虚拟的世界啊 它就等于封住了你所有的感官 然后直接影响你的灵魂 你的意识 就是说 所以我现在明白二次元是什么呢 像我们 就是见到有的孩子 他一天在他那个小黑屋里啊 关24个小时 就出来三顿饭 三顿饭跟父母也不说话 又进去了 也不出门 你明白这一个人 他在这个游戏的这个场景当中 他生活了二十个小时 那么你说对他来说 是外边上的大街 更是一个是真实的世界 还是这里头是个真实的世界 那个虚拟的我看过 就是前一段时间 你给我拿过来看 因为他们想做虚拟博物馆 给我拿的是一个 给我拿的是一个 就说现在是最先进的了 哎呦 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巨大的行李像什么 那么多东西 我以为我当时就 我饭懒 我说你拿过来让我看看 结果来了以后 大包小包那么多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主机来支持这件事 我待上看了 看完以后 他们对我的表现很吃惊 您什么表现 因为我在那从头看到尾巴 我就没有任何反应 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然后他们说这里头的这些恐怖场景 你不害怕吗 我说我一点都不害怕 而且我认为他肯定打不着我 就是他比如一开始 你坐在一个椅子上 你能看见自己的腿吗 什么东西都能看到 然后突然就开始坍塌 其他地方都坍塌 我悬在一个尖压边上 对 然后又怎么有飞机 什么最后变形金刚 然后又不停的开炮 那个一拉罐扔过来 叮叮叮叮的什么 都很真实 真实倒是很真实 但是我确实都不害怕 我就我没有动 比如他 我后来我又觉得 是不是别人不这样 我就叫了几个别的人 我发现年轻人就不行 年轻的人看那个东西 老他那动就躲来躲去的 其实那东西你躲不躲也是那样 他进去了 我进不去 所以他不是二次元 不 您是天元 这个说明啊 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 还不够进步 等这个技术 能把满爷这样的人 等什么呢 说你现在只能模拟 这个大概一个视觉场景 等回头 我给你接上管 把你的触觉嗅觉 全给你 全给你访问 对吧 我打过一个东西 打你身上 你会疼 而且 或者说你进入一个战争状态 他马上消烟味 你都闻得见 无感 我全给你模拟了 对 那就有可能 就佛家讲的嘛 眼耳鼻舌身 最后就决定了你的意 对吧 就色生相畏处 最后决定了你的识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以为 这只是个游戏 它所谓这个二次元的里边 慢慢就衍生出 它的文化 生活方式和讲究 比如说在一件事上 我就跟你说一特俗的事 最近都聊蹲呢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一个照片 有一个谁啊 就在网上 放出来这么一个照片 他看见俩女孩 蹲在这个地铁站那儿 上海吧 上海 对 上海 你看他说 这么随随便便蹲着 难看不难看 谁教他们的 这是什么生活习惯 好家伙 这一出去 网上就炸了锅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 网上什么意思 就是年轻人说 这无所谓 对不对 年轻人都愤怒了 愤怒什么意思 你说说年轻人什么意思 不是 首先第一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你看这俩姑娘 这俩小姑娘 一看我 一看她穿上打扮 肯定都是我妈儿随人 对吧 我累了 我蹲会怎么了 我知道你说你了 对吧 而且我蹲着挺帅的呀 我觉得漂亮姑娘 蹲着挺帅的呀 她是这样 你这个天元阵营的 怎么说 她是这个蹲呢 她这个是个很复杂的事 对对对 我们得讲点史 要不然 没事 我给你很简单 蹲也是跟史有关系 对对对 你能从字意上解释这个词 蹲是一个词汇 你能解释吗 什么叫蹲 很难说的 足尊 你把它拆开 对对对 其他好 你比如站立 坐都很容易表述 在语言上都可以很容易表述 我们今天在字典上 你不信你去查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表述 因为什么叫蹲 它说不清楚 蹲有深蹲和浅蹲 这叫深蹲 它往下蹲得很深 我们蹲不下去 岁数大以后就蹲不了那么深了 这是公处 古人解释这个词 用两个字 你很难 你今天我不说出来 谁都想不出来 古人用两个字来解释 一个字 那俩 你听着很有意思吧 这俩字叫虚坐 虚坐 没坐实 对对对 虚坐 你坐地上就实坐了 你的地骨着地了 对 你现在是虚这坐呢 这深了 古人更深 对 他说虚坐 虚坐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蹲过去是有习惯的 过去为什么这么难看 首先是越穷的人越愿意蹲 家里没凳子 对 另外一个都是穷人是蹲着 蹲着是一个人类行为中 就是各种姿势中最为猥琐的一个姿势 猥琐 对 我们是按照大范围说 不是说这俩孩子 就是说你在你所有站立肯定是尊重的 是强势的 你蹲在那一定是弱势的 你一个人站在那 一个人站着 一个人蹲着 谁都知道这蹲着的人肯定是有问题了 对不对 蹲你在受到委屈 惊吓 各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你都会蹲下 这是人类不由自主的一种保护 最初 就是我蹲到我体积最小的时候 我是心里最安全的 所以人受欺负的时候都愿意蹲下 对不对 你现在说的联系上我另一个嘉宾了 咱们这个陈丹青老师 那天跟我聊 就是说他也坐枪枪嘛 我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我的 他就说 他说我觉得你在这个枪枪里 你坐在中间 他说我就琢磨你这个人 应该蹲着 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怎么了 他说我觉得 这有的人呢是站着说话 有的人呢是跪着说话 但是你啊 你啊 他说你是蹲着说话 我后来又琢磨他说这个 你知道吗 他说你是蹲着说话 然后你看我啪一下 又跟你这二次元联系起来 我有一段 你别以为我对这不感兴趣 我曾经保留下来一段视频 就是说这段视频叫做 你跟这个人生的旷位去联想了 游戏不外人生 这个视频的名字就叫 在游戏中我们为何要蹲着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还有这个呢 我们在游戏中的游戏中 我们这次客气 还要传走 我们 在游戏中用 我觉得马爷说的就是三次元世界的看法 马二次元就觉得蹲着的都是厉害的人 真的 在大量的游戏、动画、漫画里最有杀气的 孙悟空的都是蹲着的 为什么?斗战是斗战圣佛 以前是齐天大圣 他又不是很规矩 很桀骜不驯的 杀气四溢的那种都是蹲着出场的 脸上挂着充满杀气的笑 然后蹲着 他是拍的 不是 他蹲着是一种什么 就是站着太正经了 坐着呢 坐着干不了事 对 蹲着 而且从很高的地方 一个人比如说孙悟空 拿着棍子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 这个人充满杀气 踭落地 一瞬间是蹲着的 你看他这姿势就有点 在地上砸一个坑 对吧 所以 他这个蹲 刚才那个战史中 只要单膝招地算贵 蹲 我就蹲在地上 彻底蹲到这 你知道我想起一事了 这蹲特别说明身份 这个我早年二十几岁的时候 比他还小呢 就去出版社 出版社呢 出版社蹲着 对 大作家蹲着 赵树里 山系来的 进出版社办公室 他到办公室以后 他不是蹲地上 他蹲沙发上 我有时候也想蹲着点 蹲沙发上 他蹲沙发上 实际上 那时候以我看 他蹲着沙发上 像这种大作家蹲着沙发上 我心里就觉得有感觉嘛 就是牛的人都这么厂着做嘛 只有拘禁的人才这么做 或者做半个沙发 那么蹲着沙发上的人肯定是 我老觉得是心里受过伤害 后来他们说不是 是山西陕西那边人都习惯了 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八经八三件吧 我去延安 我一路走 在一个村里被迫吃饭 然后看在墙根底下 蹲着一溜 而且全都是深蹲 就是他什么叫深蹲 就是屁股快到腿前头了 就是彻底人是折的那蹲的那 一人捧一碗饭在那吃 后来我才明白 为什么就是山西陕西来的作家老蹲着 蹲着是他的一个生活常态 生活常态 因为过于穷 就是导致身份的表达 就是非常拘禁 我觉得还是得看语境 什么语境下蹲着 就您说我到农村 墙根里也蹲一排都吃面 那是一种语境 是吧 我在一个比如说非常正经的场合的开会 最放松的那个人 一定是官 不是官 不是官最大的 也一定是非常有实力的人 对 他们给我找照片 先后都有毛主席蹲着 和这个金正恩 蹲着 这是你蹲着的 盘腿坐 所有人都正经为坐 对吧 都很体面 他们不是说这俩姑娘说什么 这个网上怎么评论 说不雅是吧 嗯 说的不雅 你坐的都特别雅的 你看这肯定都是一般的 诶 这乌人里边有一个人 他 你甭管他蹲着 你甭管他躺着 你甭管他盘腿坐着 诶 他特别放松 诶 不这你说的是 但是我同意一个网友的意见 就是说 那俩姑娘呢 就蹲着是蹲着 但是呢 他们蹲在那个地铁 人家那个下车口 你这个 换点人 对 所以啊 我说我们组 哎呀 我说你说现在这二次元 这90后这小孩 哎 我说你们去做个街坊 嗯 我说你们出去问问街上的人 对这个女孩这么蹲着 嗯 怎么看 结果就现在这个 这小孩说街坊 他那街坊就是我们公司走廊 出都不出去 来 但是呢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就是说他们拍的这一段 这一方面你可以知道啊 就是说 蹲 关键是看谁蹲 对吧 嗯 二一个你就能知道 为什么凤凰啊 是挣那么少钱 我还没离开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这个这个公司街坊 文太老师 你觉得我们这样好吗 文太老师口水都流出来了 哈哈哈 不是 我跟你说 我对这个 你刚才讲的 这是需要功夫的 嗯 亚洲蹲 西方人蹲不了 嗯 只有13.5%的北美人 能够做这种深蹲 你说这种 就脚跟石着地 嗯 然后其中 这13.5%里边 还有9%实际是亚裔 就是 我现在感觉到 这是要训练的 嗯 我小的时候 我们石家庄的孩子 有一种行为 叫蹲马洛牙子 嗯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深蹲啊 嗯 一下午啊 竟然四五个小时啊 没事 对 你现在蹲着 一下就晕了 而且 你们俩讲的 我综合起来讲啊 你能看到这个时代变迁 你看啊 我早年在节目里 还能讲 我说我在香港 刚去香港公司的时候 我有时候很讨厌香港 有些女的 你知道吗 就为什么 因为我是河北来的 我就喜欢蹲 大家报纸摊一地 在办公室 我这么看着方便 对 然后呢 有俩女孩 她以为我听不懂广州话 实际我广州话 说的是我唯一的外卫 对 外卫 对 她说 你看 那个哈姆萨楼啊 对 她说 好色 她觉得我在那蹲着 是想偷看他们裙子的风光 我说你不瞅瞅 实际上呢 我说实际上 是看不见的 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对 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她心里说 我说你们不看看你们什么模样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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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后来 确实他们就会发现呢 就是有一帮记者在香港那边 记者会 郑主没出来 记者们都得等着 结果有这个北京过去的一个小年轻的记者 她后来 女孩 后来待不住了 她就蹲着了 后来旁边就有人跟着说 说你不是香港的吧 她说是啊 我不是啊 她说为什么 人家说你蹲得很自然 这个 你看 我跟你说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就我发现呢 在老一代人的 老派人的教养当中 包括香港人 或者我估计是西方人 并没有蹲的习惯 也许也就是说 你蹲着这个行为是没教养的 对吧 更甭说女孩 可是呢 等我再给你夹着一道 可是最近我在香港的街头的那些流浪的中学生那儿 我又发现他们又蹲了 你说有意思吗 比如说一个香港的中年人 他可能不会 他觉得在工程上不能这么蹲 但是我觉得香港的孩子们 嗯 在肩下嘴那边 他又开始也有蹲的 他主要是个礼仪问题 他发的那篇 是不是上面有文字吗 他那个 他说的是一个礼仪训练 你比如我 我又想一事 有一年我们去日本 日本人礼仪非常重视 对对对 你在日本你看这蹲你是看不着的 你拿一相机拍一蹲的人很难的 对对面来的人呢 是在日本摄影界非常 就德高望重的老者 七十多岁 那天把我给惊着了 然后就互相就是 等于是半聊天 半说话的一个状态 我告诉你那人怎么做 那日本人 我说我做不了 嗯 他坐在椅子上 坐前半个椅子 两条腿这么伸着 就这么着 腰板挺着 嗯 两个钟头一动不动 我挺练功的 我一开始我也想绷着 我连十分钟都没有 我就开始卸 就不行 这个我给您解释 其实中国古代人也是一样 就您刚才说的 蹲日什么呀 蹲日虚坐 这什么叫虚坐 虚坐是要功夫的 这就是武术上的东西 我表面上是在坐着 我坐实了不行 坐实了动不了了 日本什么剑道啊 这些东西它都是很普及的 就是您遇到那个日本人 很有可能练剑道之类的 对 剑道就强调什么 就是我好像是 你看我坐在这 包括很多他们这种武术 我好像是正坐 其实我要留 可能 我要随时能穿起来 哦 她从小都练的是这种东西 所以呢 她们那种仪态 然后日本女孩很多练那种工道 练剑道 她最后练的 工道 大长弓 我以为子宫的工 啊 大长弓 还有那种练剃刀的 就她的这种传统 包括剑道是特别常见的 他们中学里的一个 哎 你看那相铺 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她是高蹲了 她是那个 你看她也是弯着 但问题是 就是我们今天要想讲社会礼仪 这个礼仪 那俩孩子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不好的地方 也许那俩孩子非常的好 只不过就是不太在意这事 不太在意不是他们俩的问题 是全社会不在意这个事 所以我们会全社会的感受到到哪都是一种乱哄哄的感觉 就不注重自我修养 我们现在老提修养是吧 又想学国学 那就要注重自己的修养 包括在公共面前的一种仪态 这个我这个马老 这我不太同意啊 因为我觉得这事的本质它其实不是蹲这个姿势 这个事的本质就是我有没有权利在一个公共场所 我以一种我觉得舒服的方式呆着 而且不影响别人 那你要这么说 你公共场所躺着行吗 我经常在公共场所躺着啊 就是我 你刚从公安局出来吧 没没没 就是就困了嘛 就有的时候走路走着特别困 对吧 我找一个地方睡一会儿 那你这个说法我只好反驳你 就是说你多舒服 你不能妨碍别人 对是 你认为没有妨碍吧 你躺着妨碍了 你蹲着也妨碍了 很简单 如果那个人从地铁里出来 你那么蹲着他看不见他就绊他了 或者闪一下 这都是有一种妨碍 妨碍观瞻算不算 妨碍别人的审美算不算 当然算 妨碍观瞻 你比如你在公共场合裸体 就算妨碍观瞻 只不过程度不一 但是这个程度 自我要求不一样 这个程度很难解释 就是我们这么做着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那个日本人是这么做着 人家虚做着 人家后背不靠着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可能更需要放松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叫人人开不起玩笑 整体都缺 连幽默感都很缺乏的时候 你看年轻人 人家很放松的 我觉得他们俩蹲着 还真不一定 当时你要说累 我觉得地铁地脏 要能坐 他们俩就坐了 是吧 说得都坐地上了 我觉得很正 你到国外去 你看那国外的年轻人 不讲这个 哪儿找一脚 当然他们俩坐的地方不太好 就是影响人家 地铁出口 影响人家 那个上下 就是马上讲说 扮一根都不行 所以刚才我一个前提 就是你得你别烦 你找一基点 蹲着去 我有的时候犯困 对吧 我的公共场所实在不行 困得不行了 我有失睡症 那我就找没人的地方 就是没人 谁也踩不着我 就没人 我就靠会儿 对 这没人管我 我放松 所以您在这三次元站着 你去二次元蹲着 是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 这我的感觉啊 就是主持人的老话 不能一概而论 就说 有时候你的世界上 真是不平等的 有的人我觉得 你就不该蹲 你就有碍观瞻 你知道吗 但是有的人蹲 那叫蹲的美 蹲的大家 看 就增进了世容 比如说我给你看一段 啊 当年阮玲 好久没看见张曼玉了 嗯 你瞧瞧这个里边有一段 电影里边 这个演员和导演之间 关于蹲的这个对话 梁家辉演的是那个导演 你可以看一下 有喜欢猫在这里的 我们中国 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习惯猫在这里 不是他们喜欢 是没办法的 是吗 蹲在这里等官老爷 等地主老爷 在他们后路上奖一巴掌 蹲在这里受侮辱 蹲在这里等救星 再蹲在这里休息 不要整天都高高在上 蹲下给我看看 至少十年了 你瞧人张曼玉这一蹲 你就感觉 对 这个我说一个 就是这个 蹲这个就是 我觉得 漂亮姑娘 你很好看的这种女孩 甭说蹲了 脱了都行 反而越是这样的人 她越正襟危坐的时候 倒不如她有一些很随意的东西 很打动人 我给你举一例子 我真是亲身经历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没忘 大概五六七八年了 我当年也有回路过那个中戏 就在北平晚司那个剧场那边上 然后呢 因为什么事我忘了 就是 当时跟一什么朋友 就必须得吃一口饭 我大姨从来没去过的那馆子 那边不全是剧院吗 小剧场 就是剧院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特小一小馆子 闪都闪不开 然后我们当时就 挤那要了一碗 炉煮还是什么面 就我们俩跟那吃 啪一推门 进了一个一男一女 对吧 那姑娘 我现在都 那个气质 就你一看 就是属于 他那个气场 打眼 对 一头长发 嗯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漂亮 是那种有场 有气场 非常非常 抓人的那种场 然后呢 非常随意 一看 你看他那个细微 那个肢体动作 知道 一定是 一定都是训练过的 愿力的 然后呢 非常随意的 两个人坐在这里 说话 因为那个地方太急了 然后呢 人走来走去 他那个头发碍事儿 我当时还在跟我那个朋友说 我就注意到他 特别随意 他特别随意的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嗯 特别干净 跟仙儿似的 嗯 就那个前段有一筷子筒 脏户的那筷子筒里 出了那最便宜那种一次性筷子 嗯 他就一边说着话 一边特别随意的把那一次性的筷子拿出来 把这个纸缩来 跟他朋友说着话 就把这头发一盘 唐 喝 哎呦 这个我到现在都没忘 就那场景 要不是因为对面做那个 好像是他男朋友 当时一定上去打散了 哎呦 错了 他是出来演的吧 应该啊 有男朋友才好上去说话 没男朋友说 那就肯定成了 哈哈哈 有男朋友都没多大事儿 你说我这个是怎么怎么着 你都要表达爱慕 有男朋友 以后要学会表达抓紧时间 我觉得您这是坑我呢 我以为你说的是一个长发机 要一进来 哎 一来个深蹲 哈哈哈 我这是 我这是